高雄一名陈小姐在上个月30号 带了138万2000元 到凤山去的一间邮局要汇款 准备要买二手特斯拉 好 没有想到当时存到一半时 被航员告知说少了10万元 让陈小姐非常心急 因为到处找都找不到 最后只好求助警方 警方前来调阅监视器发现 当时航员把钱放在点钞机旁边的桌子上 但是一个转身 由于跌10万元就刚好掉在地上 而好巧不巧又被踢进了桌子底下 造成误会 事后邮局也出面道歉 坦诚疏失 21号 邮局一早开门 就有民众来办业务填写资料 后行员接手处理 现在就传出有民众拿着大把现金 要来汇款的时候 邮局人员疑似将钱踢到桌子底下 感觉很差就是了 要找主管处理 这有点夸张 这些流程是应该要检讨的 怎么会这样 民众听闻直呼太夸张 事发在上个月30号下午4点多 高雄凤山区陈小姐带了138万2000元到邮局汇款 准备购买中股特斯拉 不料点完钞票 却被告知少了10万 陈小姐急坏 行员却坚持住室少钱 要求调阅监视器还被拒绝 要找回10万块只好报警 总算成功调到监视器 发现当时行员把钱放在点钞机旁 一个转身 其中一叠钞票掉在地上 行员又一次没注意 刚好踢到桌子底下 但未免太巧合 不禁让人怀疑难道是想A钱 我们确实有疏失 发函跟他纠正也会泪入我们的考核 邮局坦承疏失 说证明人员有青年年资 运营流停才刚回到工作岗位 一个月忙中难免出错 但无音角把10万元踢到桌下 踢到当下又没感觉 害当事人有够紧张 记者陈宇 王超群高雄采访报导